在这个全民负债的时代 80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中年危机 创业失败 负债累累 失业 濒临破产 甚至孩子的教育都充满不确定性 但在被残酷现实压垮之前 我们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生存信条 一种让我们在绝望中寻找光明的力量 这不仅仅是关于生存 更是关于如何在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后 依然热爱生活 如何在不断的打击中找到真正的自我 接下来让我们探索这份力量 发现这个在意境中 依然能让我们站立的唯一的出路 跟我一起探讨80后如何应对中年危机 美国海军中将斯托克·戴尔 在越战期间成为战俘 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战俘生活 在这段艰难岁月中 他遭受了种种严酷的对待 身为战俘营中最高军衔的军官 斯托克·戴尔带领战友与越共斗争 不仅为美军战俘争取了更好的待遇 还努力增加他们获释的可能性 释放后 他的精力广为人知 成为了勇气和毅力的象征 斯托克·戴尔坚持一种独特的心态 既不丧失对未来的希望 又坦然接受眼前残酷的现实 这种乐观中带着悲观的心理平衡 支持他度过难关 也被后人称为斯托克·戴尔悖论 他教导我们 在面对困难时 既要有不屈不挠的信念 也要勇于接受现实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冷眼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 80后这一代人面临的中年危机 作为80后 我们经历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迁 成为了家在转型期波涛中的一员 我们经历了教育体制的变化 从分配制到市场竞争 从住房分配到高不可攀的商品房 每个阶段都带来了不同的挑战和压力 而现在 伴随着中国经济剧烈下行 面对负债 创业失败 失业 子女教育等问题 我们如何保持坚韧 不被生活击垮 让我们从斯托克·戴尔中将的故事中 汲取力量 看看他那种即使在逆境中 也能保持乐观的同时 勇敢面对现实的心态 是否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起探讨 困境中的80后该如何保持内心的淡定和强大 稳健地走过中年危机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民负债的时代 如果说个人负债还可以视为个体问题 那么当整个国家政府乃至全社会都负债累累时 这无疑指向我们的经济模式存在重大问题 根据权威机构的统计 截止2023年第一季度 中国的负债总额高达350万亿 其中居民负债达到77.46万亿 而到了2024年 这一数字更是上升到81.5万亿 相当于14亿中国人 人均负债5.8万元 在这波负债潮中 80后无疑是主力军 许多人背负着长达30年的房贷 在当前经济低迷收入减少的背景下 为了降低债务风险 除了尽快卖掉非自住房产以外 别无他法 更不用说那些背负经营贷的人 这种贷款在到期续贷时 变成了巨大的隐患 房价的下跌 迫使银行下调评估价 这一风险正在逐渐显现 特别是在浙江深圳等地 炒房和经营贷极为普遍 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赚的是断子绝孙的钱 背后是党国对民间财富的巨大掠夺 土地财政已经透支了未来数十年的财富 现在这个庞氏骗局难以为继 整个社会面临反贫的风险 尤其是中产阶级 既无法触及顶层权贵 也无法像底层流氓无产者那样简单生活 习近平肯定是把中国的各个阶层给琢磨透了 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 所谓的永保红色江山不变色 一定不能让中产做大 所以长远来看 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面临多重经济压力 包括收入增长放缓 资产价值波动 以及债务问题的家居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 可能使得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生活质量面临挑战 因此理解这一趋势 并未可能的变化做准备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 一些人还背负着网络贷款 消费贷款 甚至是P2P的遗留问题 这些往往是过度消费的后果 随着经济衰退的来临 个人收入失去保障 许多人需要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 开始过断舍离的极简生活 现在我们需要认清中国经济衰退的大趋势 和中产反贫的内在逻辑 直面残酷的现实 应对挑战 才能在这个多变的经济环境中 找到生存和发展的路径 我希望我的分享能激发你的思考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和经验 如果你因为创业失败 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甚至上了失信名单 我想对你说 暂时不要考虑再次创业了 现在的经济环境下 几乎所有行业都很难再出现大的机会 普通人的创富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继续留在这场游戏中 那真的就是赌徒心态了 也不要因为负债和失信的标签而过度焦虑 活下去 这是最重要的 你的生命权重于一切 无论你欠了谁的钱多少金额 只要你没有违法 没有违背自己的良知 就不要过于自我苛责 债权人的电话还是要接 礼貌的说 真的很抱歉 我实在是还不上 记住 债主们也不希望逼得你走投无路 如果你实在没钱 他们逼你也解决不了问题 欠亲朋好友的钱 尽量去协商 展期或者部分偿还 因为他们自己可能也有经济压力 至于银行和其他机构的贷款 尤其是那些高利贷 如果实在还不起 那就只能暂时放一放了 在这个大家都背负债务的时代 连政府都有债务难以偿还 我们普通人更不用太自责 我自己是个连续创业者 深知创业的艰难和失败的滋味 胡雪岩说过 做生意就是八个坛子七个盖 盖来盖去不穿帮 他强调的是在中国做生意 需要闪转腾挪 确保现金流持续不断 但在如今这个环境下 保持现金流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所以如果你创业失败了 不要太自责 也不要自我怀疑 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 可能只是时机不对 您再不济 能比许家印许老板欠钱还多吗 许老板当年可是上过天安门城楼的风云人物 中国所谓的企业家 不管做的多大多成功 有一个算一个 都不是因为他们做出了多么伟大的产品或创新 而更多是时机和环境使然 所以如果继续经营下去 已经看不到希望 面对现实 及时关停止损 是明智的选择 与员工进行坦诚的沟通 尽自己所能多发几个月工资 体现出您的责任感和人文关怀 和员工友好的结束合作关系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我最近刚结束自己的第三次创业 关闭了国内的公司 现在能够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过上正常的生活节奏 对我而言是一个良好的转变 在国内运营公司期间的各种经历 包括与员工的纠纷 劳动仲裁等 我都亲身经历过 计划在另一个视频中 详细分享这些经验 欢迎对创业有兴趣的朋友 在评论区交流和讨论 对于我们80后这一代 中年危机中的一个常见议题 就是失业 如果你现在手头有一份 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作 无论你对它是否充满热情 都请珍惜它 同时利用闲暇时间发展副业 为自己增加额外收入 为未来做好准备 我们得面对现实 那份稳定的薪水 可能是一副慢性毒药 正慢慢让你忘记初衷 无论你在公司的地位多高 收入多么可观 千万别丢掉你的专长 因为一旦公司不再需要你 裁员的时候不会过多考虑你个人的感受 拿杭州的房价下跌为例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许多高薪的程序员被裁掉了 过去的高收入突然没了 很多人发现难以维持之前的生活标准 付不起房贷只能低价抛售房产 更极端的例子是 有些公司经营不下去 连老板都转去打工了 我见过不少人在成熟的公司里自视甚高 一旦失业 发现自己离开舒适区后 高不成低不就 在社会上几乎什么都做不了了 这个时候就显出专长和技能的重要性了 如果你是程序员 失业后不妨考虑成为自由职业者 接些外包工作 擅长英语的话 你甚至可以接国际项目赚美金 如果你曾在外贸公司工作 可以尝试自己开个亚马逊店铺 轻资产运营精益创业 有媒体经验 或善于讲故事拍视频的人 可以考虑像我一样做自媒体 这里我不推荐做国内的自媒体 因为赛道拥挤 而且收益偏低 YouTube应该是目前自媒体创业的首选平台 收益是最高的 对于那些不知道从何下手的人 我建议花时间学一门技术 哪怕是像美容美发 电弓或开锁这样的技能 记住 活下去最重要 但凡你有其他选择 我不太推荐投身于网约车 或快递外卖 这类体力密集型的工作 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体力会逐渐下降 很难在这类工作中与年轻人竞争 其次 这类工作很难积累有价值的经验 没有所谓的经验富力 长期来看自己的市场价值是逐渐走低的 有一句网络流行语说 男人的归宿是保安 女人的归宿是保洁 如果你对这类工作没有偏见 那当然也是一条路 如果你有一定的积蓄 选择暂时不工作 重整旗鼓 也未尝不可 每个人的处境都不同 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必过分逼迫自己 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 我曾经经营的一家互联网公司 从2011年在国内成立 经历了近十年的风雨 到2020年最终结束 这十年里 我前后获得了三轮融资 总计烧掉了五六千万人民币 虽然最终没能扭转公司的命运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始终没有停止学习和思考 当公司关闭后 我并没有放弃 而是利用我积累的技能和经验 重新开始了跨境电商的业务 现在这一块已经开始逐步稳定下来 我回到美国后启动的这个YouTube频道 不仅是一个分享和自我表达的平台 也是我挑战自己学习新技能的地方 尽管道路不易 但现在频道已经开始产生收益 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我希望我的经历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启示 提醒我们这一代人 重新开始并非易事 但有时它正是我们的宿命 面对困难 勇敢的扛过去 就是本事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孩子教育的理解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认出来主要是因为 对国内的教育极为失望 如果你没有条件 或者不打算认 那你的孩子将不得不面对 国内激烈的升学竞争和社会竞争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点 不要试图改变孩子 或者给他们强加他们没有的品质 我们连自己都改变不了 更不要说改变孩子了 你可能学历很高 是985大学的博士 但这不代表你的孩子 在学习或考试上跟你一样出色 我们不仅要接受孩子的平凡 也要接受时代的变迁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了无数的苦难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 到1911年的晚清覆灭 2000多年来 真正的盛世屈指可数 只有汉朝的文景之治 唐朝的贞观开源盛世 宋朝的仁宣之治 再到明朝的永乐盛世 和清朝的康迁盛世 算下来不过两三百年 仅占历史的十分之一 而中共建政后的这七十多年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 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里 也是相当罕见的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享受到了时代的红利 但现在向上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东升西降 大国崛起 这些口号 其实是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主要目的是洗脑和塑造民众的价值观 而那些在外交部和央视上 嗷嗷叫的所谓战狼 他们在公共场合强烈表达反美情绪 但私下里 他们和家人可能享受着美国的生活 所谓的反美式工作 赴美式生活吗 这种反差 让人不仅思考真实与表象之间的差异 别被党国的宣传所蒙蔽 真正理解并接受历史潮流 已经改变了这个事实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勤劳不能致富 草根难有出头之日 仅仅依靠自身努力 下一代很难改变命运 那些通过读书跃升为中产阶级的父母 要明白孩子们可能没有我们那么幸运 他们很难再复制我们的路径 通过读书找到好工作 在大城市安家立业 最近有篇文章 中产的孩子没有未来 在网上热传 作者自称是华为的前员工 说的是他上初中的儿子 已经对学习失去信心 原因是看到父亲即使是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 到现在还在加班到很晚 孩子觉得将来的自己即使考上好大学 也难逃一样的命运 所以他选择早点适应社会 去送外卖 这篇文章现在已经被全网删除了 原因我们都懂 连年薪百万的精英都如此 普通人又该如何是好 许多学霸即使千辛万苦考上了985的硕士博士 还得为了一个公务员的岗位而奋斗 但上岗以后 可能发现领导是学历不高的官二代 自己空有学霸的名号 却要天天对着不学无数的领导 点头哈腰 唯唯诺诺 这难道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结局吗 知道这些您还会逼迫孩子牺牲睡眠 去刷题做卷子吗 接受现实 这是我们与自己和解的重要一步 接受孩子的不足也是必要的 如果孩子在学习上表现不佳 那也没关系 习近平的真实水平只有小学文化 不照样当国家主席吗 当然这是玩笑话 但也说明读书并不是成功的唯一途径 在学科方面 我们应该重视数学和英语的学习 数学能够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 而英语则是国际化交流的关键 掌握了这两项技能 孩子将来要到美国成为工程师或程序员都不是难事 同时 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爱好也很重要 无论是音乐 美术 还是体育 只要孩子喜欢 能够让他们感到快乐 都是值得鼓励的 在中国 孩子们在学校面对的往往是极为严苛的环境 从卫生堪忧 缺乏营养的食品 到僵化教条的书本知识 很多都远离了孩子的真实需求 这样的背景下 在家庭中 我们更应该将孩子视为独立的个体 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关爱 首先 家长需要努力让孩子接触到多元和真实的信息 正确地引导他们 为了做到这一点 家长自己需要具备寻找和识别信息的能力 具体的安全翻墙指南 请点击右上角的链接 家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了解不同的视角和声音 这对于培养孩子全面的世界观是非常有益的 通过多元化的信息来源 家长可以更好地引导孩子 帮助他们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 在与孩子的交流中 我们应该保持平等的态度 就像对待成人一样 低下身段听取他们的声音 记住 孩子虽然年幼 但他们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感受 想象一下 如果你累了一天回家 只想刷刷手机休息一下 却有人强制你做其他事情 你会做何感受 我们不能用强制或高压的方式对待孩子 而应通过实际行动表达我们的关爱 比如为他们准备一顿美味的饭菜 孩子不是我们的所有物 也不是我们生命的延续 而是独立的个体 他们有自己的生命和人生道路 用基督教的观点来说 孩子是神的赐予 父母在养育孩子时扮演着神赋予的角色 是照顾孩子的管家和仆人 其责任是爱护教育和引导 而不是完全控制或决定他们的未来 这种教条与中国传统的棍棒之下出校子的教育观念形成对比 传统中国教育往往强调严格的管教和顺从 孩子的角色更多是父母意志的延续 而非独立个体的展现 在这里我们不去评判哪种教育观念更优越 而是提倡从不同的教育理念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部分 以更全面宽容的心态去养育和教导孩子 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尊重和培养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性 也能让教育变得更加人性化和多元化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许多家长的心愿 但我们首先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达成了自我圆满的境界 如果我们自己的生活都一团糟 又怎能期待孩子从我们这里学到什么呢 与其给孩子过多的压力 不如与他们建立友谊共同成长 我经常让儿子教我玩游戏 这种互动既增进了我们的关系 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与孩子平等交流的重要性 陪伴是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 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愿意投入时间陪伴孩子 这本身就是对他们最深刻的爱 在电影《教父》中 有这样一句话 A man who doesn't spend time with his family Can never be a real man 不花时间陪伴家人的男人 不是真正的男人 这反映了一个观点 那就是家庭应当是生活中的重中之重 在我们中国文化中确实存在一种错误的观念 认为为了个人的成功可以牺牲家庭生活 这甚至成了一些人的骄傲 也导致了很多家庭的另一半承受着丧偶式育儿的苦难 如果这成为主流 那对我们的社会是没有好处的 人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工作或成就 家庭生活和个人的情感经历更加重要 正如电视剧《黑兵》中所说的 我们都是小丑 一生都在玩五个球 家庭、工作、朋友、健康和灵魂 五个球中只有工作这个球是橡胶做的 砸下去还会弹起来 其他四个球都是玻璃做的 砸碎了再也不会复原 而孩子就是家庭这个玻璃球中最脆弱而珍贵的部分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父母的陪伴 可能会对他们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 邯郸未成年人的惨距离 三个凶手和受害人都是留守儿童 这并非偶然 缺乏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更容易遭遇困境和挑战 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 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和爱 以免将来追悔莫及 我们讨论了很多理念和策略 但我们也深深懂得真正去实践属实不易 当前生活压力巨大 人们很容易将负面情绪带回家 这可能会对孩子产生不利影响 记住 孩子不应该成为我们发泄情绪的对象 如果工作让你感到沮丧 最好是自己找个地方独处 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 夫妻之间有争执 也应该避免在孩子面前争吵 通常认为男性比女性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但并非家家如此 女士们先不要着急拍砖 可以在评论区保持开放的讨论 还记得疫情期间 北京天通院的一个视频曝光 里面的剧委会工作人员讨论如何对付居民 其中一句话是 找个黑地儿 居他三天 还有一句 就是影响你儿子 要不要你儿子的未来了 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 这些话足以震惊每一位父亲 让我想到了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中的情节 影片中的父亲在纳粹集中营中 保护自己的儿子不受心灵伤害 用游戏的方式来安慰和鼓励他 即使在最终被处决前 也没有放弃编造故事 让儿子保持信念 这种父爱的伟大 在任何时代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我建议每个父亲都应该观看这部电影 从中学习在困境中如何保护和教育孩子 现在的中国社会对许多孩子来说充满了压力和挑战 作为父母 我们的责任是保护他们 尽可能让他们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当前年轻人的生育观念之所以发生变化 主要原因是生活环境的恶化 以及对未来不确信的担忧 导致了不生孩子就没有软肋 这样的观点 然而对我们已经成为父母的人来说 放弃希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应该努力创造更好的环境 承担起教育和保护他们的责任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而不仅仅是艰难和挑战 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 我们都在阴沟里 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深刻的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他呼应了斯托克戴尔中将 在逆境中依然保持希望的生存信条 很多人 包括我们这些80后 可能会感觉到前半生中虚度了许多时光 生活缺乏方向 缺少了追逐梦想的勇气和决心 现在随着我们逐渐步入中年 面临各种挑战和所谓的中年危机 那种迷茫和无力感更加强烈 面对孩子 我们可能会更加迷惑 不知道如何吸取力量 为他们创造一个比我们现在更美好的未来 在美剧绝命毒事中 主人公老白也面临中年危机 身患癌症的他为了给妻儿留下足够的财富 铤而走险 走上了制毒贩毒的道路 剧终时 他现实声称这一切是为了家庭 但最终坦白说是为了他自己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他感到自己真正的活着 每个男人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老白 渴望摆脱束缚 真正为自己而活 面对中年危机 我们不应该只是被动接受 而应该在认清残酷现实的同时 积极寻找改变的方法 活出自己的色彩和价值 就像老白一样 找到那份让自己感觉活着的热情和勇气 不仅为自己 也是为孩子树立一个积极面对生活 勇敢追求梦想的榜样 让孩子看到 我们虽然在阴沟里 但从未放弃仰望的幸福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冷眼 希望您多多点赞订阅分享 支持我的视频 这能增加YouTube推荐我的权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